大家好,今天的一個人翻一封 要繼續上一輪談到 趁520,很多人都說我愛你的一個日子 談一談,上一集說到 露破大件事的 上一集就說了,親所與話郎 今天要說的是擁有的朋友 在說之前,先看看一些圖畫 這些是我的收藏品 看到一盒盒在那裏,全部都是模型 兩個一邊,這裡有一堆,都是一盒一盒 這樣放置在那裏 另外一堆,你可以看到很多模型 很多盒 這裡繼續,有更多一盒盒的模型 這裡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房間都放滿了模型 為什麼要提到模型這件事呢?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很多模型放在盒子裡 其實它還存在在盒子裡 這是一個問題 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天我老婆偷偷地把裡面的盒子 拿去賣光 或者扔光 什麼都好 其實我不知道 直到我 我打開盒子來看 我才會知道 到底這個盒子存不存在 這個盒子存不存在 但是,如果有人打開盒子 我心理上都會覺得 我是擁有這些東西的 嗯 是的,那些模型其實 很多我都擺開盒子 很久很久都沒有打開盒子來看 通常就買了盒子在盒子裡 買了盒子在盒子裡 除非有些真的想要拿來 弄盒子 就會真的打開盒子來看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 我基本上都跟朋友說 不是耐力做盒子 等我退休的時候 才知道 有些細藝做的事情 那 是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沒有打開盒子來看 那 為什麼要提到這件事呢 那 就說回 老婆大件事 這個事件 這樣發生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令不到 只是想跟朋友說一些 事情而已 其實朋友 基本上就好像 放在那裡的那些模型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朋友都是放在那裡的 很多時候 有些模型我都會拿出來欣賞一下 跟他聊聊天 那 那些還那些 你真的是一批會經常見 經常聯絡的朋友 那 就等同於你放了出你的模型 你經常會看到他 你經常會摸到他 但是你也會有一批朋友 其實就好像那批模型 那樣 塞子響的角落頭 然後 你印象中 感覺上 你擁有著意 這個模型 那實際上 那個餡子還在不在那裡 還是 直到一刻 你 打開它 你才會知道 到底那個模型 都在不在不存在 其實朋友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樣子 某個層面上 有些朋友 你覺得你跟他是朋友 你知道他的存在 但是 你不會聯絡他的 你不會叫他 你不會約他出來吃飯 你不會找他喝茶 你覺得你跟他還是朋友 那 對 就好像這個模型 你覺得你還擁有他 你還 他還存在 在你的房間 存在在客人 你不會知道 到底 你直到他 朋友也是一樣 你不會知道他還在不在 直到你要一刻 你要叫他 你要找他 你才會存在 那 如果你 不叫他 你不聯絡他 你就當他在那裡 其實基本上 永遠都會在那裡 直到一刻 你去移動他 那為什麼 有一個 這個說法 其實 我想說的是 其實有些朋友 其實 我給 其實我是 給朋友的建議 給朋友的建議 其實當你知道朋友 發生了一些事情之後 其實你可以 不理他 某個層面上 因為原本 你沒有想到 你沒有想到 拿出來 你沒有想到聯絡這個朋友 對 對 就 與模型一樣 與模型一模一樣 就是 原本你沒有拿出來 玩的 你以為擁有他 就擺在那裡 一樣的地 其實 其實 朋友也是一樣的 某個層面上 你覺得他擁有 你把他擺在一二角 那 你不理他 你永遠都擁有這個朋友 只要你不去 你不去 打開他 或者什麼 為什麼會談到這個話題 其實是因為 我想和這個朋友說 其實 如果一天 我不存在了 香港的空間 無論是 我死了就好 或者 我選擇定地消失 其實 有不少人 真的 選擇性地 消失 去 其實 日本有很多 他有一條街 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說 在日本有一條街 就是那些人 他不想和過往的 所有 關係 有任何 他不想自殺 他不想死 但是 他不想和過往的任何人 有任何來往 或者有關係 所以他就 放入這個 這個 這個區 裡面 繼續生活 地下 這樣生活 但是 外面原有的朋友 完全找不到他 那 是啊 有這樣的地方 那 我想說 是啊 其實我 在很多朋友 我存在 在很多朋友的手機裡面 Facebook 帳號 裡面 但是 其實 他們 不會 找我 所以 就好像 模型一樣 你知道我在 你的Facebook 帳號裡面 我在你的電話 大約都在你裡面 但是 你又不會打電話號碼 也不會 你只會知道 不會有一個朋友 那 我不是想說什麼 我只是想說 如果一天 你 你 你發覺 你這個店 朋友的號碼 或者 Facebook 帳目 為什麼好像 好像 不太多 之後 其實真的 不需要 太大的反應 你可以繼續當 這個號碼 繼續存在 只不過你不叫 這個Facebook 帳號 存在 你不看 好 就 我不斷 用我的模型 作為一個 例子 就是因為我覺得 真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就是 如果今天我老婆 把我的模型 搖了 但是定下一個盒 我望著她 我就覺得 我的模型還在 雖然她實在不起 同樣地 如果一天我不存在 我消失了 whatsoever 但是 我存在在你的 寬敦 寬敦力堆裡面 我存在在你的 Facebook帳號裡面 那你就當它繼續存在 不需要 不需要 做任何事情 不需要 不需要 怎樣 擺字就說 因為 從來你都 不會動它 那 就當 當它存在在那裡 不需要 覺得 悲哀 或者 因為你不打開它 你就不會覺得 你失去了什麼 跟它的模型一樣 我不打開的客人 我就覺得 我和總有那隻模型 同樣地 你 你看自己的Fone 你看自己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什麼都好 或者甚至乎我的YouTube頻道 你就看到我的存在 對不對 那 你不需要 特意 做什麼 所以我想和朋友說 如果我選擇消失的話 我不會做太多事情 你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因為 你覺得我的存在 其實不是我的Physically 你的存在 對你 產生意義 而是你 你 你 你心目中 我的存不存在 那 就不 因為我真的存在 還是不存在 我是這樣看 其實很圓 所以我提目封為 擁有的朋友 對 你Facebook可以有幾千個 如果沒有記錄 是五千個朋友 那 你現在 以前的手機 在我的手機年代 contact list 是有限制的 不知100個 跟著的SIM卡 又不知250個 現在你用Cougar 那些 你基本上是unlimited 多少隻 我沒有聽過有上限 雖然我 我沒有聽到有人設定的上限 那 我也猜到沒有上限 那 對 你Facebook有五千個 你 你手提可以幾千個 在Instagram有很多追蹤人 但其實實際上 可能你會找到 你來 你去都是那幾個 甚至乎 有些朋友 是 一有家庭之後 就得回 得回 他的家庭 基本上 我就看 那 也有些朋友 是 完全全都 當我 不存在 某個層面想約 就約不到 信息 也不會 那 對 那 我 不是 要對這班朋友說 任何事情 我不是要對這班朋友說 你失去了我 才會珍惜 反而 我希望 如果一日 你知道 知道我不存在了 或者消失了 我就千萬千萬 不要有任何傷感 或者 不好意思 或者 早知道 當初應該為我做多些事情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但是 他還在那 他有YouTube頻道 他有Facebook頻道 他有 他有blog 都還在那 你當他還在那 那為什麼要感到悲哀 為什麼要為人做些事情 呢 說真的 我 邏輯上來說 就 說不過去的 如果用邏輯去說 因為 他平時真實在那 的時候 你都不會為他做什麼 那 現在他不在那 那 為什麼要為他做什麼 呢 沒有 就是由他 你當這個朋友繼續在那 用你一貫對峙的方式 對待就好了 這個是我的想法 就 沒有必要 因為 我平時沒有對你做到什麼 今次的日 我收到你一些消息 我又想為你做什麼 那 其實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 說真的 真的不是一個投訴 或者什麼 反而我 希望大家 過得好一點 不要自責 或者什麼 因為 這個朋友 就是因為我老婆那件事 他覺得很自責 他覺得 甚至乎 我老婆身邊很多人 都覺得 他應該為我老婆做些事情 覺得抱歉 或者什麼 我覺得 你平時都不會為他做什麼 那 為什麼 因為突然知道一些事情 你又要為他做什麼 或者 覺得不為他做什麼 而覺得抱歉 說真的 是不是 我覺得 完全是沒有這樣的必要 如果你問我 的話 好 嗯 對 就真的 都是帶回去 或者是一開始 推玩具 的一個例子 你 你不會 因為覺得 你沒有去玩過 玩具 而對他抱歉 他永遠 病在箱裡 你又覺得他永遠都在箱裡 那你就當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 永遠都在那裡 為什麼 為什麼要 特別為商感 或者抱歉 或者 協議 我覺得 沒有這樣的必要 如果你問我 的話 我只是 勸諭 我勸諭各位朋友 就是 真的不要為這些事情 而覺得商感抱歉 或者 或者 後悔 甚至乎 當初他在那裡 他應該為他做多些事情 或者 組織到為他做多些事情 或者 我不好意思 因為 失弱了 What so well 我覺得 沒有這樣的必要 不是 所以 這段視頻 我真的不是想投訴 任何朋友 或者什麼 反而我真的衷心地覺得 如果 你們一直是這樣的 without 我的存在的話 那 有一天你發覺我不存在的時候 其實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不需要有任何感覺 繼續生活就好 這個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要為我做些事情 就是 你繼續生活就好了 就千萬千萬 不要覺得 你需要做什麼 extra way 那就是為我做了一些事情 好 so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真的不要覺得要為我 如果你真的要為我做任何事情 就是不要為我做任何事情 這個是很遠的 但是 我只是認為 如果你平日不需要我的存在 那麼 我不存在的時候 你也真的不需要我的存在 就這樣 可能有點緣 但是 想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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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又覺得 有討論的空間 留言 什麼事 聊聊 好 下次再見 拜拜